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黄锦鱼,我在电影《红海行动》中扮演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的狙击手顾顺 大家好,我是银法,我在《红海行动》中扮演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的观察员李董 OK精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锦鱼 哈喽,OK精彩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卫舟 我们这个角色狙击手,冷静,沉着,很厉害 然后狙击手都是很帅的,这些都是相信的地方 沉着又冷静 有吗?我不是沉着冷静的,在这里 我是在这里头,心理压力比较大 就是背负着各种压力 那我本人呢,半点一下 我跟悟寒最像的故事呢? 其实你觉得我很像吗? 我觉得,像,其实我除了打伙估计 因为悟寒没有简直外,都挺像的 粉色的表面 我和白洛英的话,就是 我和白洛英的话,就是 有的时候 平时挺到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和白洛英 就想安静下来 想些试试啊 他会有正方的影响 具体我不知道 具体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缘分吧 最开始导演好像 不是让我演这个角色 然后见面之后 他觉得我有些方面 跟这个角色很像 一个是 就是他看我本人 觉得我显得很小 因为我实际年龄比较大 然后看我本人比较小 所以他选择一个就是 这个角色应该年龄感在里面比较小 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接触到这一部剧 那还是静语先说吧 我是因为 陈吻 陈吻 陈吻介绍 哦,你们原来就认识是吗 没有,也是后来认识的 陈吻也是通过了很多很多关系 就是我认识他的一个朋友 他朋友介绍了他 就接触到这部剧了 就接触到这部剧了 那当时你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去试戏的时候什么反应,什么感觉 我试戏的时候还好 但是 我们老板觉得我蛮像顾海的 嗯 所以我也觉得我能去演好 就你去试戏的时候觉得这个角色就是我的 他没试戏看到我就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你 嗯 OK,周周呢 周周是因为长得帅 缘分吧,这是缘分 缘分吧,这是缘分 缘分吧,这是缘分吧 我们拍摄啊 就是如果今天有我的戏 就可能有他的戏 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嘛 所以只要今天没戏 我们也一起休息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 这拍了这半年多 整天如影随形地待在一起 朝夕相处 住得也近,天天串门 对,就是天天没戏的时候 起来就是 该去市场买菜了 然后做饭 做完饭下午训练啊什么 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去 就是 溜达溜达 去各种偏僻 然后脏乱差的地方 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现在四位私下里的关系怎么样 好啊 好啊 就像细节怎么讲啊 我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 因为我们从那个 一进到这个公司开始 就 他们两个住在一起 我们就住在一个房间 你们俩当然住在一起了 你们俩也当然住在一起了 然后一开始吧 我们每天洗漱 上厕所什么的 大家都还会很客气 敲敲敲门 那个 你洗好了吗 洗好我来洗 但是过了一段之后 我在洗洗澡 喷喷进来洗脸 开门就进来洗脸 就你还在洗澡呢 我这边洗澡 到吧开门就进来洗脸 对 你那尴尬吗 不尴尬 后来其实还好 有很多时候他上厕所 手机在房间里打电话 我帮他递电话去 我感觉这都是 算关系好的表现吧 对吧 别人上厕所我再不会进去 放下了心里面的防备 对 那也是因戏得到这么好的关系 就是大家相处久了嘛 都之间会有感情的 嗯 二位呢 还是挺适应的啊 看完没有觉得缺少我就不行了 你是觉得身边少一点艺术的感觉 艺术家不在 谁跟你聊一下 他是艺术家 中国老一辈不倒艺术家 老一辈 瞎忙 我在出专辑 然后鲸鱼在拍戏 你看我们大忙的人 都不知道忙瞎忙忙什么 我好像瘦了很多 我好像飞眼圈跟钟 有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 喂 去学工啊 有什么事啊 他就啊 他就挂掉了 哎呀 电话掉了吧 哎呀 电话掉了 其实大家就角度不同嘛 因为 可能有时候你们问我们有艰苦的时候 我们会跟你讲我们艰苦的一面 但是我们也有快乐的一面 艰苦的一面那就多了去了 拍摄的时候 无时无刻都是艰苦 然后就是 平时虫子咬啊 什么皮肤干裂啊 然后 还有什么 就现场整天都有人受伤 身上总是摔的都是瘀青 然后每天早晨有时候 极寒极热 凌晨三四点起床 出宫 那时候天气是特别冷的 我们穿着很厚的衣服出宫 到现场 然后七点钟太阳刚下来 衣服一脱开始拍 那时候是冻得浑身发抖的 结果再过三十小时 十点十一点的时候 天气变得异常的热 然后我们就开始出汗 每天这种冷热交替 而且在那种紫外线特别强的荒漠中 一吹吹一天风 吃很多沙子 你能想到那种感觉吗 吃好多土啊 天天吃土 拍有一些大车队的戏 就整个完全一天都在土 讲趣事 讲趣事他们都讲两个人 其实我也想讲我们俩 但是做不成功 我们的故事实在是没办法去讲 你说嘛 讲不出 说嘛说嘛 太无论了 我等下次再说 太无论了 太无论了 还说耶 都让你说 都让你说呢 都让你说呢 我真的要讲呢 你不调人问题了 对 我想可能下一次讲 你们不愿意说 如果掌声激烈 我给你讲一个题嘛 我也讲一句 其实我们也没想到 我们就是我洗澡 走春天洗脸而已 有吗 怎么没有啊 我洗澡 明明是 明明是我在上厕所 你说你来洗了 你送手机 对 你送手机 那其实我再给大家报一个料啊 猛一点的吧 许卫周同学啊 已经见过黄景瑜同学的父母了 这什么呢 见过 见过黄景瑜 黄景瑜的妈妈 我见到黄景瑜妈妈 你会发现 这个基因啊 真的是遗传的 是吧 帅 喜欢 我妈做饭好吃吗 我妈 你妈做饭好吃吗 我妈 你妈做饭好吃吗 这个她没做饭给我吃 对了 她们带了很多海鲜 她们带了很多海鲜 你做的 真的啊 好吃 剧组 这是未来最好吃的衣服 妈妈 你做的衣服 我自己丰盛 我可以做的衣服 我自己做的衣服 我非常有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